来看到非洲华人联谊会在南非德本举行第二十届大会 而乔友会委员长吴欣欣也出席参加 总召集人也是现任的乔务委员林姿义表示 希望透过这个会议宣导国内最新政策 也让政府了解非洲地区乔包的需求 我们知道政府希望借由这个会来了解非洲台商 在非洲需要宣导我们政府的政策 那全体的非华总会也是我们非洲华人一个联谊的平台 那借由这个平台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表达非洲台商华商 需要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的协助 那这次的开会 谢谢陈盟委员长吴委员长本身亲自立临指导关心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乔委会 一开始全力的辅导协助